新加坡给人的刻板印象 就是个先进的城邦岛国 林立、钢古水泥和繁华的城市景象 让人很难联想到 其实它也有贴近大自然的一面 今天 我到了位于西北部的双西部落湿地保护园区 自1993年开放以来 这边便是自然爱好者远离城市的城销 贴近大自然的地方 在这边 它们欣赏飞禽和沼泽的爬行动物 在它们最自然的生态下 过着它们不受束缚的日子 我一直都觉得 人类在面对大自然时 那种肃然其境 同时又动人心魄的感受 是在其他地方都感受不到的 那是一种震撼人心 和抚慰心灵同时间的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观景台上 俯瞰整个园区的时候 远处的对岸是新山的南部 下面就是一片绿意盎然 偶尔看见鸟儿在觅食 或是在空中飞翔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也那么的和谐 城市的喧闹在这一刻 离我们好远好远 最近我在烦恼什么 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愿这一片土地 继续养育着无数的丛林和动物 继续给我们无数的感动 和启发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米奇 四哥觉得活着的目的 就是追求快乐的大男生 生活处处都是惊喜和感动 用心感受 就能看见他的美好的模样 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希望你也有个美好的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